在每天自视而忙碌的生活中 我们偶尔需要的正是一点失控感 加拿大插画师大卫David Damon 以自己为形象 绘制了一系列没有对白的讽刺漫画 贴定我们生活的景象肯定能让你会心一笑 一 凌晨两点睡不着 凌晨四点还是睡不着 早上六点仍然睡不着 早上七点五十九分终于睡着了 早上八点嗶嗶嗶嗶嗶嗶嗶 上班族在收价时超容易发生这种状况的 二 就续做吧 这是你要看第二次才会懂的黑色幽默 三 要爽一下 紧播867-5309 可 可恶 想打 四 看完政治讽刺漫画后 再往下看评论需肯定的绝副武装 大火门 开战咯 五 拍下手举警帮帮我的游民赚了大钱 到底谁才是不务正业的人 bommer 六 真人启示 喜欢在户外工作吗 无需经验 职位稳定 提供制服 固定上班时间 欢迎成为稻草人 七 买到新相机了 来看看要去世界哪个地方旅行摄影吧 别忘了 地球的表面几乎都是海洋 八 荧光比在手的恶习 学的每个部分都好重要 九 美国人碾死鹰 由低到高 伊斯兰移民 右翼分子 伊斯兰恐怖分子 包括美国居民 武装婴儿 雷电 除草机 被公车撞 掉下床 被另外一个美国人射死 轰 举牌 抗议打雷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再来袭击 快带避雷针 十 不管什么时候都要来张自拍 十一 玩点先 PIZZA 这莫非是 鬼 送披萨来咯 十二 自拍到死的范例 十三 魔术 巫术 借记不是每个人都那么有赌量 十四 晚上想玩手机好像挺实用 十五 游民能获得的资源 流浪道具 十六 每当我这天过得很糟时 就会坐在浴缸里淋浴 当水中说你的骨骼时 那个声音和感觉真的很疗愈 洗发精还会洗涤这天的不快 不 等等 不是洗发精 香槟才会洗涤不快 世界真理 十七 爆打蜂窝结果被试 新闻报道 发狂的蜜蜂彻底失控了 十八 罗斯起子 调九中 不 我要的是真的罗斯起子 大卫的插画里包含了他对生活的讽刺与脑洞 乍看严肃的画风让他更显得荒谬搞笑了 别忘了跟周遭的人分享他的画作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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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